这是什么 当然是西部牛仔 西部牛仔电影中总有这样的情节 要打劫火车前 他们一定要趴到铁轨上听一听 来判断火车来了没 为什么选铁轨而不直接听呢 火车行事时发出的声音既在空气中传播 也沿着铁轨传播 空气和铁轨都是戒指 但不同戒指传声的效果并不一样 来看一下 如果小胖子站在铁轨上闭眼听声音 火车声从空气中传来 小胖子听到声一睁眼 发现都被撞到了 但如果它趴在铁轨上 声音变为沿铁轨传来 仍然听声睁眼 会发现火车还在好远的地方呢 这说明固体传声的效果比气体传声好得多 那我们来到题目试试 小胖子所在的煤矿发生事故 被困人员寻求救援时 应该大声呼喊 还是敲击矿井到地面的钻杆呢 当然选择敲击钻杆了 一方面固体传播声音效果更好 另一方面人也能够节省体力呢 来总结一下 声音在不同界质中的传播效果并不相同 固体比气体传播声音的效果更好 你记住了吗 不不不